飞猫腿还没回班呢 没有 他可能就是还没想好 不行 我得当面问问 谁也要死个明白 说曹操曹操的吧 这可是代表学校落脸的好机会 校领导都很重视的 我不在乎这些 学长 我来这个社团就是为了赔偿我 所以 你能把这机会让给他吗 好吧 既然你不愿意 我也不勉强 谢谢学长 理解 可惜啊 我本来有一个时空穿梭的剧本 也很适合你 时空穿梭 嗯 你能给我讲讲吗 好啊 是这样的 你看过那个重回十七岁吗 然后呢我 但是我这个东西呢 算是一个比较暗黑的 因为他要回到过去去 那他还会回来吗 嗯 我不知道啊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明白 嗯 我也不知道 嗯 我也不知道 我算明白了 为啥突然就有不理不睬的 原来是因为 说实话 要是我这性格我早冲进去了 不过你得考虑飞猫腿 他这吃饭不吃硬了 你要是真进去了 闹翻了 估计以后都没醒 那怎么办 我就这么认了 认肯定是不能认的 回忆找大帆商量商量 他煮一朵 你干啥去 学长 你回去吧 今天聊得很开心 我们下次再时空穿搜 明天你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明天不行 明天我安排事了 好吧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的时候 我们再约 学长再见 再见 你干嘛 他是谁 我们西区市市长 怎么 你们俩什么关系 没关系啊 那你老是告诉我 你现在找各种理由 跟我分开 是不是你没谈 什么叫跟你分开啊 咱们俩在一起了 你先回答我是 还是不是 是 或者不是 都是我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 事情都到这一步 我也没什么好遮掩 反正全世界都知道 我喜欢你 今天我就明说了 我断销就是喜欢李进步 我断销命中注定 就是对李进步和 我断销 就要做李进步的男朋友 谁都不好使 以前我啥事都听你了 今天我就霸道一次 我 我不许你和他成天待在一起 就算你有事 也应该是我陪在你身边 不是他 如果再看到你跟他出伤入队的 那就 那就什么 那就打负那小子的狗腿 不是 你咋出息了是吧 说话就说话 你动什么手啊 你跟陈俊和一天到晚 就学这些了 气死我算了你 不是 是你气我好不好 我话也没说完呢 你啥意思啊 你啥意思啊